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听到 我跟你讲 我们今天很够力 你觉得就你看我们今天跟去年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今天可能我们身边的气场更加的强大 这个气场是比较偏向比较阴凉的气场 尤其是这几天我们都阴雨绵绵嘛 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 而且再加上今天我跟你讲伟权 我们其实都不需要讲 我们只要在旁边点头就好了 对对对 我跟你讲 如果讲那种level的话 我觉得相心见着 先介绍一下我们三位的雨潭嘉宾 当然第一位就是我们熟悉的淑琪 淑琪就是我们去年就是这位跟我们招手的 我们去年也是由她来陪我们一起度过去年的中元节 那我们今年 我们不甘寂寞 我们又找了熟悉的两位学妹 也是我们班上的学生 我后来发现到原来我们班上确实有很多这一类的学生 然后我们先介绍另外一位叫佳儿 佳儿 跟大家打个招呼 然后还有另外一位是立琴 立琴跟大家打个招呼 是 然后先跟我们这个活动 其实现在走到来今天是第三年了 然后第一年的时候我们就有做了一个全新的尝试 因为之前没有办过 所以我们就在我们的学校的陈六使图书馆前面办 而且是晚上 然后是没有疫情之下我们 face to face 办 但是后来那时候办了过后才有经验 就是讲这种故事不能够太多人 那时候我们来了七十几个人 然后结果他没有达到我们要的气氛 后来去年我们就在线上办 因为疫情的关系 后来去年我们找到了熟悉同学 他有跟我们分享了很多的一些故事 因为熟悉那时候去年就是这样 坐到一半的时候真的有状况发生了 我们讲到熟悉就这样子 这个你们去找回我们去年的影片 都有被录下来 然后大概我们讲白一点 这个熟悉的家有一个原住民 那个原住民是一个uncle uncle长年在他家的客厅 然后我们有跟进到熟悉有要搬家 这个事情 熟悉我们不要讲太多 是由熟悉自己来讲的 熟悉这一年来怎样uncle还好吗 还挺好 只是只不过是在去年也就过了嘛 就今年的状况了 就是在比较严重一点 熟悉比较严重还是这样 就是他不是严重 他就是会利用我父亲来做一些事情 就是很像接近农历7月的时候 就大概就是农历6月多吧 就是有一个状况就是有时候我爸爸睡觉睡到一半 因为我没那么早睡嘛 就比较迟睡 所以就当时候爸爸睡到一半 然后我就那个床是这样子躺着嘛 然后我就在这一边是一个桌子 书桌 我在做我的功课 然后就突然间我爸爸就拿这个东西 这个这个饼干 他直直丢过去 我就 我就吓到他 因为他是这个饼干打到那个CQ那边 一声 就直直丢过去 而那个状况不是我父亲想要做的事情 我爸爸已经是熟悉的状况 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熟悉丢不丢 你是有看着他丢饼干的 就是他丢我第一次的时候我就吓到了 然后我就转过去看是发生什么事情 结果他 他丢完这个饼干过后 他就 在身边不懂是拿了一个 很像是蜂油 一罐蜂油 他就举起那样东西 往我这个房间丢过来 先丢饼干后来丢蜂油 但是那个蜂油没有丢成 因为我是看着他那个蜂油 我就慢慢走走走走 因为我就觉得他应该是觉得我打扰到他 所以我就走走走走去那个沙发那边 沙发是我睡觉的地方 我就慢慢移移移到沙发的地方坐下来 我就看着那个蜂油的方向慢慢转 一直是跟着我的方向走 就是我移去哪里 那个蜂油的那个手就往哪里移 就这样了 对就是我走去哪里 他那个就随着我这样子移 我就坐下来 然后乖乖的躺下去 然后那个蜂油的手 慢慢缓缓的放在背后 因为那时候是背对着我 所以他就放在背后那边 OK 我没有做任何东西 我就躺在那边 躺着躺着 他渐渐的就是 手会开始放松 但是放松过后那个风掉了嘛 就会碰一声 我就看一下什么东西 他就 不知道为什么 他是手还会过去去找那个蜂油的地方 在那里 他就继续握着 他可能就是觉得我如果再起来的话 他可能就这样把这个东西丢向我 但是第二期去悬润过后 其实不是我爸爸本意 就是我爸爸也不知道他干的事情 这种事情 所以 这个东西 第一次是丢 饼干 但第二次不论是哪一天的晚上 后来是丢的是一个 挖耳朵的一样东西 就是往我这边丢 就是身边有什么东西 就拿那个东西 往我这边丢 那时候我也是吓到 那时候我已经躺在那个沙发上面 在滑手机 然后他就往我这边丢过来 我就什么东西 从我面前 我就 什么东西 我就看 这是 然后我就往我爸爸那边看 他就开始 手上又拿了一个 一个是什么来的 很像是打火机 很像是打火机 就是蛮大的一样东西 就是 可能会敲伤的那一种 我就看到他开始握着 举起来 举起来 举起来过后 往我这边的方向 他没有丢 但是他已经预备要丢了 我就渐渐把我的手机放下来 他就慢慢 慢慢慢慢慢慢 就把那个 他手上的东西移下来 但是还是握着 就是等我真的 不做任何东西的时候 他才慢慢的 缓下来 他就没有做任何的动作 这是比较恐怖一点 就是已经 以前的警告 是很像只是 透过我爸爸的嘴巴 来告诉我 警告我而已 这一次呢 就是哪个东西 丢我 让我闭嘴 我有一点担心 我们今天会不会直播到一半 忽然间看到淑琦在闪东西 我觉得会有那个镜头 大家可以一直在注意淑琦的 应该不会 应该不会 因为上 现在我是在二楼 我客厅在一楼 所以就 应该不会 拜拜 爸爸在路上 是 我相信 淑琦要注意安全 我相信很多的观众朋友 可能不了解 为什么淑琦同学 他是常年都没有睡房间 淑琦常年都睡在客厅 淑琦你跟我们的听众朋友 update一下吗 就是 要怎么update 就是 因为之前就有讲过 你在房间里面不是更可怕吗 经理以前说 是真的很可怕 其实我也是 我打算这一次 要直播的时候 就是打算用我的房间来说的 但是我爸爸说 太危险了 就没有 所以我就只有在二楼的 也是很靠近我房间 所以就是 有一点距离就好 所以就打算 换个环境来说 看看 之前是在换厅 我们要时刻关注淑琦 淑琦 如果突然间 从荧幕上消失 大家不要惊化 对对对 所以讲这个uncle都还是一直在你们的客厅 那之前你有听说过 你有讲说你后来也知道你的家是这样的情况 然后你有讲你要搬家 然后后来uncle是后来是知道吗 还是怎样 知道吗 就知道你要搬家 因为我是熟期还没有搬家 他好像有讲说uncle很不舍得他搬家 这个他说你可以讲一下吗 就是 在去年的时候就是 就是有那个uncle就是有在办业的时候吧 去跟我爸爸谈 就是因为那个uncle没有亲事的对象 所以就打算找我父亲来聊这些东西 应该是听到我们有说到要搬家的这件事情 他就一直跟我爸爸讲不要离开 叫我们不要搬家 之类的这样的东西 但是我爸那里可能就是要搬肯定就赶快搬了 不然太多事情了 但是 因为在这个今年的农历七月份 还没有开始之前已经开始 他们在蠢蠢欲动了 然后接下来现在七月的时候 就像Zohan 因为Zohan一到十二点的时候 就已经是真是迈入十五了 就是 十二点过后呢 就是挺热闹的 因为十二点之前 这个 这个 家里外面呢 因为当时我有养狗嘛 我就去喂一下我的狗吃东西嘛 因为当时我去走走一下 走走一下的时候 其实我已经感觉到不对劲了 然后就跟我爸爸说 今天应该会很热闹吧 我爸爸就跟我说 外面已经很热闹了 怎样个热闹法呢 你可以具体形容一下 就是他们有很多的 好兄弟在外面 在走来走去的那种 所以我就 过后就是到了 半夜的情况 我就真的感觉到了 真的很热闹 就是我已经是躺在床那边 当时我在跟我朋友 聊电话嘛 就是聊聊聊 当时还没有怎样的 很像是迈入到一点多两点的时候吧 开始我听到旁边的门 有哭哭哭的声音 我就 是什么东西 我就看一下外面 因为我外面有养狗嘛 我就看有没有狗躺在那边 是不是他们敲到 我一看 没有啊 我的狗在上面啊 不在这里 我就当作可能是我听错 好吧 我就是后来就是 我就躺在沙发 然后看到旁边的时候 就是有那个余光嘛 就是一看到的时候 突然间 有一道光闪过 然后我就看过去 没有东西 这不用紧 但过不久 你就可以感受到 上面很像有人在走 就很像有那种 因为我们走的时候 不是有那种风 它就是有那种 有人走过的那种风 然后你感觉那边真的有人在走 然后我就低下头 我什么都没有看 过不久 这里一直有那个 有人在走的感觉 然后 那个门那边 以前依旧还是有 咕咕咕咕的声音 就是 咕咕咕 过一阵子 又在咕咕咕的声音 就是我不睡觉 它就是叽叽咕 就是有 所以你听到门有人敲门的声音啊 对 它就是咕咕咕的声音 你没有想过去开门啊 还是怎样 因为我那个门 我旁边的门吧 就是它是玻璃嘛 就是可以看到外面 就是外面真的没有东西 就是有咕咕咕咕 对 它就是咕咕咕一下子 然后 在过一阵子过后 他再继续咕咕咕 就是我没有任何反应 他继续咕咕咕 然后后来有没有 后来有一些反应 让他不要咕咕 嗯 我是没有做任何反应 我是继续 跟我朋友聊天 我也没有告诉他 我发生什么事情 我就去跟他聊 直到这个电话结束过后 就是 那些东西越来越 什么啦 就是开始感觉到 我就是躺在沙发嘛 然后 这边就是那个走廊 就觉得 这里走廊 跟我旁边 这里上面的走廊 是有人在走动的 就是 能感觉到 有那个风 走来走去 走来走去 而不是很像普通的 风上的风 不是 它是真的是有人 走来走去 我真的 觉得好 我睡觉 我就把我的耳机拆下来 放在旁边先 我先不要任何移动 我先 盖上我的眼睛 我先躺着一下子吧 大概躺了半个小时 我在睁开眼睛的时候 我再把东西放旁边 那个时候已经很安静了 但是 之后我就听到 厨房 有人敲 东西的那个声音 就是 很像有人故意拿一样 很像 一只东西吧 很像类似饼 就是拿一样东西 敲了一个 一声 在厨房 问题是 厨房没有人 全部已经在房间睡觉了 因为你的厨房好像一路来都是 都是比较 够利的 对 老鼠多 老鼠多 那你今天也是农历7月15 你去年的情况 现在有没有类似的情况 风声 敲门声 我听到你的狗肺了 对 刚才你的狗肺很严重 哦 我没有听到 不好意思 好 我觉得 我觉得 总之 俗琪 可能在我们接下去的 这个直播时间里面 可能还会有一些状况 我们先把 我们的这个目光转向 我们另外两位的分享 嘉宾 嘉宾 你的情况是怎样呢 我是没有到这么夸张 这么做刺激 我是有一次比较 比较 比较 亲身经历的那种 是在四年前四五年前 然后我是租 Prima Sajjana 大家应该懂吧 Prima Sajjana 不知道 多人不知道 不好意思 我们的观众来自全马 各地甚至马来西亚以外的 就是嘉宾的一个花园 对 然后我住嘉宾也蛮久了 然后就我们每天回家的时候 都会用一条小路 然后小路就是从嘉宾的市中心 可以直接传到去我的花园的一个小路 然后小路是会经过一个玉山 广东玉山 对对 小白老师应该懂那个玉山 一个坟场 对 然后讲着就是每一天走的这个路 你是不会觉得那个玉山是怎样的 再加上我们也是有去扫墓的这种习惯 所以我们不会觉得玉山很恐怖啊 就每天在走 也不会去刻意的讲说 就很习以为常的一件事 但是在就是 农历企业的时候 我相信就是父母都应该有跟我们讲说 尽量不要出业节啊 然后晚上就是 就是尽早回家这样子 然后有一天我跟我哥哥就是 好像是去买东西 所以就比较晚回 然后就很自然的就是走那 平时一直在走的那个小路 嗯 那条路很小的 很少人 很少车一下的 对 很少车 如果来过嘉宾的人 大概都懂 嘉宾是 比较多 红绿灯的 所以我们也 为什么他走那小路也是想要 skip掉那些红绿灯 不想要 走他的红绿灯 然后就 那天就很平常那样的去走小路回 之后我跟我哥哥就一路上 只有那个车 只有我跟我哥哥 就一路上是 有讲 就有在聊天 然后什么的 突然间我哥哥是 完全很安静的 就是 好像我们平时在讲这话一样的 然后突然间是很安静 在车上啊 这个车上开车开 在帮他说很安静 对对对 就是我们是在讲这话的 然后他突然间很安静 就是你会一开始觉得 他是 就做磨了他 就这样子的情况 然后我就 我就觉得你做磨了 我在跟你讲话 就是 可是他就是 不回答我 然后他也不看我 他就是保持在 驾车 然后眼看前面 就是 也不理我 然后 你哥哥 你哥哥没礼貌 当我要 当我要就是 转 就是 就是把我身体 再转向驾驶员的那一个 他就跟我讲 你做好好 就 看前面 他就这样跟我讲 很严肃 就是完全就是 很严肃 就是跟我讲 你看前面 做好好 就这样 然后我就是 很猛 然后当下那个 那个气氛是很 除了是我 从我哥哥那一边 影响到我一点点 可是当下气氛是很 就很不舒服的 那个气氛 就是让我也觉得 不太舒服的 一直到 呃 要 就是要过完了 那个衣衫 然后我哥哥才跟我讲 刚刚有 一个 好姐妹 坐在我们的 不是好兄弟哦 好姐妹 是好姐妹 坐在后面 就坐在我们 因为我们只有 驾驶员 副驾驶员 有人坐嘛 就是我哥哥嘛 后面是空的嘛 然后就是 我哥哥是 讲说他刚刚 在驾车的时候 我们也是会 往下往后进 你驾车习惯性 他就在从往后进那边 看到 后座室那边 有好姐妹坐这 对 就是在 经过一山的 那一段路那边 所以驾驶的哥哥是 会看到的 他是可以看到 但是也随着年龄的 增长 他也没有讲说 很平凡 看到 其实 呃 他 他也不太像我们 愿意去讲这种东西 可能他 经历过我们 经历不到的东西 不愿意去 诉说这一类型的 他也比较 他不是说 很怕 然后他就是不愿意去跟 我们去谈 这些东西 这样 我觉得可能是 个人的私事 那你的这个经历 有没有后续呢 然后我们就回到 回家 我就 给弄到很毛 就是 毛苦悚然了 就是 他叫你 他一演出 就大概你就知道 是什么一回事了 对不对 因为当下 他情形真的是 一下子想不到 是这个因素 因为完全就是 不会想说 有这么巧 因为每一天 每一天在走这个路 然后 然后他就突然 一路上 他就跟你讲 两个人就 讲到很开心 突然间 他就很安静 是感觉到不过对劲 但是没有想过是这个因素 过完那条路 然后他跟我讲的时候 然后我才 我才就是 懂 就是 是刚刚 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样 然后我回到家 啊 因为家里是 拜关你 对 嗯 然后我们有句是 拜拜一下 然后讲一下 就是 家里只不懂事啊 那种东西 就是啊 你怎么冒犯到 就不好意思 这样 都是我哥哥带着我做 这种东西 嗯 因为他 可能他比较懂 因为他小时候 经历可能比较豐富啊 然后也经常给妈妈带着去找师傅啊 哦 所以这样你应该 就你的观察 因为我 讲到这个 讲了这个东西 因为他可能是看得到的 然后 就你的观察 因为我这边也分享一下 我的 有一个 我不是我看得到 是我大学都看得到 然后 他有跟我们讲 就是 例如啊 有时候他 这个台湾的 台湾的经验呢 就是他做 跟朋友一起骑机车 这样子 机车了过后 他有一次他就跟我讲说 我叫他跟我讲 他一直讲 他不要不要讲 因为他觉得有点阴影 然后那种阴影是怎样呢 就是 我后来就一直问他 后来才跟我讲 就是讲他 其实坐 坐 机车 然后经过一个 一个隧道 那隧道有一个老人家 一个小孩子 然后蹲在那个隧道里面 然后 他们 他讲他有对到眼睛 就是他 他机车过去嘛 他就这样看住他 这样子 他就觉得很 很毛苦手 然后其他的情况 他是讲说 他就假装看不到 只有这一次是比较特殊 这一次是 那个人知道他 看得到他 所以他就会 有一点 怕怕不敢讲 这样 然后我就问他说 有时候会不会有这种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会不会有 他讲 他有试过就是 大家一起在电梯里面的时候 然后 他知道电梯里面有 但是他又 不讲 因为他讲的话 旁边的人会觉得很恐怖 所以他就不讲 然后我就在这个house 在问他 像我们的西山 我们西山以前在那个 大楼的九楼 有没有 有时晚上会看到一个 穿 穿那种大衣的 可能是以前的老教授 或者什么 就去走 走过这样子 他会有这种 这种东西 所以 所以 就你观察你的 你哥哥有没有这种情况 就是有时他突然间 不讲话了 或者说怎样 他就是他看到你 有没有这种观察 基本上 如果一几次去玩的话 在酒店他都很静 在酒店他都很安静 他就是 就是他不会去 关心周围的事情 所以你哥哥跟淑琪是一样的 他们都是那种指示剂 如果他突然间 空气突然安静 大家就知道了 到我哥哥就没有像淑琪这样愿意去谈 他就比较 他不愿意去谈 然后 他甚至是那种 你不要问我 我不会跟你讲 对 是是是是 然后老师刚刚讲到在台湾 因为我之前是在台湾念书两年了 冰川大学 然后 然后就 因为那时候是住宿舍 对 我是 我跟小朋友讲 我是 比较 属于 偏一点点敏感 我没有说 看到 对 敏感体质 啊 就是不会说很敏感 那种也没有到这样夸张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 我为什么会发现这样子是因为 呃 在 在宿舍的时候 你知道 然后宿舍 嗯 冰川大学的那个宿舍也是 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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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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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觉得房间不太舒服 然后没有试过这样的感觉 你不会想在那边呆 我尝试会不会是因为自己换了新环境 可能是这样的眼睛之类的 也没有理这样多 把这个东西整理好 然后坐在笔电面前开始做这些东西 我觉得你不会做久 然后我就想说 因为我没有会看到这种东西 所以我也不会往这方面的东西去想 我就想说我会不会是想的家 就很多音色的去想 就偏偏不往那种东西去想 然后我也想试过跟社间 就是管宿舍的那个老师说 我觉得我在那个房间 我感觉到不是很舒服 然后有没有可能就是把我换一间房间这样子 然后社间那时候也是 因为刚好那时候那学期也是新同学入住 然后严格来说如果我要换房间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过后就没有办法就硬着头皮要住 隔第二天的时候才慢慢跟学姐聊起来 然后我们是六个人一间房 对 六个人一间房 我在住我对面床的那个学姐 我跟她比较靠近吧 所以我就跟她聊不要开 她有跟我讲说 尽量就是不要太过去 反到三号床的学姐 我是一号床 不要反到三号床的学姐 然后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她有痒 她会在 他们都知道 他们都知道 因为我们我们是不同学系 然后加上她是学姐 所以我我当下来的时候 她是不在房间的 对 就可能是 好像是五号床的学姐才在 然后第二天啊 就是会碰到面的时候 因为晚上睡觉也不太可能去跟人家打招呼 这样嘛 就隔一天的时候啊 才跟学姐们打招呼 就是坐我对面床 六号床的学姐才跟我说 希望不要她去 劳烦到三号床的学姐 因为 然后她就跟我讲这个言语 所以我才知道 为什么我在那房间 会特别的不舒服 然后基本上我是 不常在那房间待 我是睡觉才在那房间 但是 刚开始是有点抵触啊 对 刚开始是有点抵触 然后 一直到就是 虽然心里懂 但是我不去 但是我心里也知道 如果我不去冒犯 不去 不去好奇的话 基本上那东西也不会来弄你 因为我大概也是 再去跟其他人了解一下 什么是鬼仔 它是有一个目的性的 所以 你不要去间接影响到她的厉害的话 之间的关系的话 基本上不会来打架你 所以六号床的学姐也跟我讲 尽量不要劳烦到三号床的学姐 这个原因也是存在的 所以 所以佳儿也是 你的体质也是有帮过你 可以那样讲 就是 对 最亲身经历的就是这两件 少让你感觉到 有感觉到 比较靠近 就是我感觉 我不会说 很 就是如果在街上 不像你们这样刺激 就是可能有些是 有风声经过 都会觉得我没有到那种level 所以我就比较亲了一点 就可能真的是很靠近我 我才 对不到这样 这样 这样维权 我觉得我们要看一下 立青到底有几次忌啊 对 立青其实 他的体质也很敏感一下的 所以 所以我才讲说我 我收到的学生好像都是 这种类型 我觉得 很有缘很好 我觉得 满天神佛 对 满天神佛 我们需要这个活动来去 改变一下的体质 立青你讲一下你的经验一下 我比较特别是 苏琪是被扔嘛 过后佳儿是他各有看到 过后我是直接被挂 被被挂 不是就是可能就是可能是人家抓的那个痕迹 就我那时候是趴在床上玩电脑 过后 我就盖着被的 就 都懂被比较柔软的嘛 是不会伤害到皮肤的 过后我就突然间觉得我的脚一阵痛 我就一掀开 一掀开就看到有刮痕在我的小腿上面 过后 我一掀开有咒怨的那个 你知道咒怨 刚还是没有这样刺激啦 过后 有一个小朋友啊 还没有 别别别笑 过后 我家人就问我是不是我自己挂到 过后我就直接 因为那时候才小学嘛 就都很严厉要求指甲要短 过后我就给我家人看 你看我指甲这样子 我怎么可能挂到我自己啊 过后他们看来也觉得是 有道理啊 就是因为很短 我那时候是剪到肉里面的那种指甲 过后是绝对不会挂到 过后之后 就频繁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 就是时不时可能好了 过不久 又来三条刮痕 有时是 在年就突然间有一个刮痕 这样子就是很莫名其妙的 过后我妈就走去问 过后就有讲 有可能是冤情再住 回来这样子 就是来找我这样子 过后就有 烧福 过后又有在拜街边这样 拜街边就是 消掉它 过后 那是什么什么时间点啊 你说 是周园 不一定的 有两百的场合跟时间 都没有 没有 不过是晚上 对 可能 睡醒一觉就有 但是我床边是没有东西的 所以例情是 可能在好兄弟的眼中 例情是一个活的呱呱乐 对对对 这有点恐怖 过后就比较敏感 是我之前会参加Camp 就是赢 都是在学校嘛 我在我中学参加过 我中学是比较那种 很多鬼故事传说的中学 哪一间中学这么厉害 灯华 什么 灯华 灯华 你要直接亮明吗 我们灯华很特别 因为他的那个校歌 我觉得很喜欢 是 是跟那个 日本的那个旗歌 是一样旋律的 日本吗 中华民国 Olympic的时候 他们播过我们一听就是 呃 台湾还是 我忘记了就是一样旋律的 发觉到 对对对 OK 所以怎样 你的那个灯华有很多故事 是蛮多 我觉得我们每次入学都会听到 就是一入学不久 就会听到各种传说的故事 可以可以讲 讲几个来听一下吗 学校 因为我们今天要飘进校园 有讲过就是 我学校旧楼的二楼 会有看到就是 白色女鬼 你这么直接吗 是是很多人看到还是 怎样 就是他们有时晚上办营会 有人会有人看到过 他们是不会讲的 还有就是讲 就有听过就是我 我有学校有一个种 大种 他们讲不能去敲 不能去敲 为什么呢 去敲 讲好像会找到东西 过后还有一幅地是有画老虎的 是不能去点睛 有地上画老虎啊 对 但是是有画了过后 还有东西铺在上面 所以是之前很久之前是讲 有放着的过后是 有顽皮的学生去点睛 点睛之后呢 就有一系列的事情发生 过后他们就再把它缝起来 这样子在整 你在中学的时候 有没有哪一些整滑的鬼故事 是由你贡献的 没有有我贡献 我是有看过那个 所谓的二楼的那个 你有看过 你怎样怎样看到 因为那时候是 我唯一是在学校参加营 过后那时候还才中一 过后我是睡三楼 过后我就一定要经过二楼 我就转楼上的那一瞬间 就看到了 过后我就冲着上楼 其实我一直很好奇 你看到的是什么东西 怎样的呢 你讲白身 到底是什么个白法 一个人形 我是真实看到一个人形 但是你问我是不是人 我是可以很明确讲不是人 因为我们学校也没有人 会穿白衣长裙 站在那边来吓人 白衣长裙 就是连身的 我看到我是连身 是女的咯 嗯 女的 所以很明确我们懂是女的 哦 然后她 我再问细一点 因为有时候别人讲 我看到啊 这样好像大家就略过去 但是我们想要去 再深入一点了解 你看到的白衣 然后她的样子啊 你有没有 看不到样子 因为还是在很远 嗯 就可能我的 我们是 学校两边有楼梯嘛 可是我是在这边的楼梯 她可能在 嗯 另外一边 嗯 也不是广线 因为我有问就是 我有问我朋友就是 你们上来的时候 你们有看到那里 因为那边的灯其实是 关完了 我学校那时候是 关完灯了 过后就 我就问你们有看到什么东西吗 全部给我讲没有 我就OK好 我知道了 哦 四岁 这样子你们整滑的这一位白衣女郎 她除了给学生看到以外 还有没有更进一步的接触 这样就没有 因为其实我们也蛮少待学校 晚上比较少待学校 嗯 是是 既然讲到整滑这个 这个白衣 因为因为你 你这边有讲到 你以前除了刚刚讲的 那个背里面有猫爪之外 你有讲到你在你房间好像有看过啊之类的 有 那时候更小 那时候大概在 四五岁左右 那时候是 我家还有一位姐姐在我家住的 那个姐姐 姐姐啦 不是是真的姐姐 是真的真的 真的姐姐 是真人 你以为每个人都熟奇哦 对 uncle啊 是真的姐姐 她是因为我家住楼上 她就住我家楼下 过后 那时候我就看到 我就半夜醒来 我就看到那边 坐着一位女性 过后我就以为是姐姐 进了我房间 过后我还是有 就是很不确定 就是这么晚 这样夜了姐姐会在这里 我还有柔眼睛 过后再看 看很久的那种 看 停在那位置看久 是真的姐姐坐那边呢 过后我有叫医生 过后也没有人应我 这样子 过后我就不要理啊 就睡回去哦 过后第二天的时候 我就问妈妈 妈 晚上我们的房间 有锁门的吗 过后我讲 有啊 过后我讲 我昨天好像看到姐姐 坐在那个厨前面 过后我妈就讲 什么姐姐 我讲 我讲 就那个姐姐啊 过后我妈讲 哪里可能你不要玩啊 我们锁门的啊 哪里可能晚上 走去这样的工作 去我们的房间啊 过后我就讲 蛤 叫我看到什么 不会吗 叫我看到什么 我妈讲那你懂你 过后我就发烧了 我就发高烧了 发高烧的时候 我妈就 莫名其妙 就是去医院 药也吃了 针也打了 水也掉了 还是不好哦 跟我妈讲 会不会可能是惹到东西去 去问神哦 过后问神就问我 你有没有看到 什么奇怪的东西 我讲我 看到姐姐坐在厨前面呢 过后她就讲 应该是她懂我对事到了 而且我是小孩子 就更容易的去 就是来弄我这样子 所以就这样子导致我怕高烧 哦 因为那时候你是找什么神 你去问什么神 你还记得吗 我也不是很确定 那个是我们家 每年就是会给她去 看算命的一个 uncle 来的 过后她的前面就是有摆着炉 过后 她会帮我们看 过后她就 就把我情况跟她讲了 过后她就再 帮我讲就是可能是 因为对到眼了 她知道我看到了 所以她会来招惹我这样子 所以难怪我那个朋友对到眼 她会有点啪啪这样子 嗯 因为是 他们讲小孩子 又是女孩子 身体又弱的 就很容易 招惹到 嗯 过后我就是三个都占据了 那时候 又小又弱 然后 又是你 是没有每一个都熟期 这个真的是 熟期很强 她都没有发过烧 习惯了 又是姐姐 又来了 打过疫苗 对 讲到学校 我可以讲一下 我的那间 以前在中学的时候 你们讲的这些故事 中学也是很多 这些故事 其实我都觉得 违权就是 其实 一个学校 它如果有很多 我们所谓的鬼故事的话 它就说明这个学校 这个学生的活动 课外活动 或者讲白一点 就是学生跟学校的 那个联系 连接的关系 是很密切的 因为鬼故事本身就是 一种你跟校园的一种 情感连接 情感连接的过程 所以像我们以前的中学 就会有我们的后门那边 有一堵很长的围墙 那个围墙上面是有壁画的 那壁画画的内容 就是那些运动员 可能在田径 什么这样子 然后我们就一直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 如果你路过那个围墙 尤其要晚上的时候 你不要看 因为 夜里行军会有去 那边是其中一站 一定要去的 因为 所以才要跟你讲这个故事 你不要看 因为你如果去看那个围墙的这些 上面画的这些运动员的话 你可能会发现那运动员在看着你 对 除了运动员之外 那个围墙其中一幅画是一个 金句的脸谱 一个女生金句的脸谱 他好像没有那个眼珠子 就是这种咯 就是说你不要看 或者如果你现在看他没有眼珠 可是你可能晚上看他就有眼珠 然后我一个朋友有一次就试过 他中学的时候 他早上 这个是后门嘛 然后我们那个学校后门 其实早上会打开 因为有些学生是从后门进校园的 所以我的朋友就校车到了后门之后 他就走上很早 大概就大概六点 总是天还是黑的 六点他就走上来 走上来了就 他就知道了 经过后门那个围墙 你自己心里都会怕怕的 那反正你没关系 不要理就好了 就走路 可是走着走着 他就发现 已经进了后门 经过了围墙之后 他看到那边有一条沟渠 就是有一个旧校舍 校舍外围是沟渠 没有这种经验的 不会吧 今天我们就不一定是我看错 可是那团黑色的东西就 他越近 走得越近 就觉得那团黑色的东西越具象 嗯 那他还是想当做我就没有看到 我就这样经过就算了 然后 那他走到了那团黑色的东西的时候 他还是忍不住了朝黑色那团东西 稍微望一下 因为他觉得越来越具象化 而且还有声音 有一些水声那样的声音 结果他看到那团黑色的东西 是有一对眼睛的 在看着他 然后我朋友也就大叫 然后对方也大叫 原来是我们的校工 印度人在那边刷牙 所以这个到最后就不是一场误会了 这是真真实实的一个恐怖的经历 对对对但是但是我觉得你讲到校园 因为刚刚例行有讲他的整华学校的那个白色衣服的女性 那我觉得我们身为南马的一间最有规模的学校 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加浩你这边可以分享那间学校的一个红衣的女性吗 我们也分享给大家听一下这个 红衣女性 过去夜里行军的时候可能是受到了香港还是台湾的影响 我们的校园里面的夜里行军都喜欢跟你讲 就是说这事业上鬼是有颜色的 有四种颜色 我相信很多有参加靠外活动团体的制服团体的学长姐们 应该都知道这样子的故事 然后四种颜色的 然后就会跟你说白色是最同手无害的 所以整华那一个是刷存在感而已 打个卡而已 没什么的 然后接下去如果是青色的话 就是有一点力量 不要去搞他 然后接下去如果是黑色的话 就是你是看不到他的 所以你如果看到你就不要去在意 所以我那个朋友就是看到他就不要在意 不要给对方发现你看得到他 不然也会比较麻烦 那最可怕就是红色的 因为红色在我们很多说法 里面都是他有怨气 那个是厉鬼 有怨气的 那偏偏在我们以前就读的那一间很大型的 很超大型的读中 他的最常说的故事就是 在我们的礼堂 是有住着一位我们的小红 我们有一个红衣的女鬼 那个小红 以前我吃饱没事做 我都会去找人去听那些各种故事 因为不同的团体 然后不同的年段 他们会有不同的故事 然后我就去听听 然后听了之后发现 这个故事 我们的学校里面是有别的颜色的 他们会讲的会有别的颜色的 真假不重要了 可是红衣这件事情 会出现在两个地方 一个就是大礼堂 一个大礼堂 然后最常跟红衣接触的就是舞蹈团 因为舞蹈团 他们的团室在大礼堂 这个好像我上一次有说过了 就是你有时候他们在团室里面化妆什么时候 他们就会看到一个不属于团圆的女性 就在那边跟他们一起化妆 或者在窗外看他们在干嘛 但是他们的窗外是没有地方可以站的 他们在二楼 所以那个窗外就是他要佛空或者是有庇护功 那个女生才可以在窗外 所以这个是大礼堂很多 我不知道伟泉有没有相关的那个礼堂的红衣的故事 我的礼堂的红衣的不是在礼堂 好像是在那个视听教育馆的那个后座 视听教育馆那个后座呢 据说又是别的颜色的 不是红衣 我的故事是听到是红衣的 然后据说他是没有杀伤力 也不会怎样 但是他就会有一个这样的 然后我们这一届好像也没有很常遇到 但是好像是你们那一届吧 还是什么 就是弄到全部人 因为我们以前没有PowerPoint 以前要听那种视听的东西 就一定要去到一个小小的阶梯教室 然后开冷气 然后是整个教室就关完 然后有开冷气 然后就一个投影机 然后就播一些影片 然后有人就讲说他转过去 看到后面那一排 就有多一个 管他是什么衣服的 就多一个这样的女生坐在那边 然后后来就越传越大 然后就搞到没有人敢去那个视听教育馆上课 然后后来搞到最后去上课的时候呢 我不想是事情过了还是还没有过的时候 后面就是没有人做的 但是后面永远都会把最后一排的灯打开 就不关完 然后但是为什么 针对这个东西也闹得学校沸沸扬扬很大件事 后来在礼堂那一件事情 佳浩尹这边可以接着说吗 这个故事其实我们上一次已经说过了 对对对 但是很多人可能 给大家重温一下 很简单 反正就是说在我读初二的时候 1998年的时候就发生了刚才委权说的这个 我们通称叫Follow Me事件部 因为那时候我们的英语教学的用了那套 系统 那套录影 是叫Follow Me 就跟洗头水的牌子是一样的 然后在这个AV投影室里面上课 当然灯要关到完 因为那时候的投影机还是比较老式的投影机 然后呢 这个情况呢 据说有一班他们在上课的时候 有大家心不在焉 那有一些学生心不在焉在那边 有的说法是他在看 他是拿着那个化妆的小镜子在那边照来照去 有的说他们是在聊天啊 在不认真啊这样子 然后 当时的 当时的老师 就是英语老师在上这样子的视听媒体课的时候 他们会坐在最后一排 因为他要从最后一排去监督哪些学生不认真 然后 就有学生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据说就有一个女生 他不小心透过了镜子还是转过头这样子 他就看到了在 后排也就是跟老师同排 其实大概就是老师身边这样子 有一个女生坐在那边 然后这个女生就一看就不是学生 就是刚才伟全说的 不管他是红的白 红的还是黄的还是青的 就是因为我这三种颜色我都听过 就跟交通灯一样 然后大家就很紧张啊 然后这个女生看了就跟身边的讲 然后大家传了 所以一下课的时候大家就 就全部都冲出那个 那个视听媒体试 这个事情在学校就传开了 然后我那时候我们也是要去上 这个视听媒体课的 所以我们那时候听到了我们就传 结果我们的老师 英文老师比我们还怕 就我们的学生只不过是在那边讲 你等一下不要往后看哦 你敢不敢往后看 我们老师很怕 我们老师跑到前排去做 然后那整个视听媒体试的灯是打开的 所以基本上我们是看不到任何头影片 然后这样子的情况维持了一两个礼拜 大概连校方都看不下去了 所以有一天我们的老师来上课的时候呢 英文老师一进我们课室 就那边趴在那个办公桌上面哭 然后就讲你们害我 为什么你们要害我 原来他被叫去训话 就说你不应该在课室里面宣传这种事情 你们老师要有老师的样子之类的 我的英文老师就很委屈 再过了下个礼拜的时候呢 那学校就开周会 那学校开周会的时候呢 因为我们学校实在太大 学生实在太多 所以周会都要分两个地方开 然后我们那时候有幸去大礼堂开周会 大礼堂开周会 我们是很荣幸的 为什么 因为大礼堂有空调 而且开周会的时间 我们是下午班嘛 我们学校太大了 还要分上下午班 我们是下午班 所以开周会是在中午的时候开的 所以中午的时候能够进去有空调的大礼堂 是很幸福的事情 然后那时候我就在大礼堂 我们在大礼堂 然后就 一开始就校长训话了 这次是很立场的事情 校长训话这次训话很不一样 因为校长一说 校长在那边训话 就说说说 最近我们学校里面 有流传了一些不实的传言 他一开始说法 一个鬼字都没有 就是都在说那种不实的传言 威言耸听 迷信 他都讲这些东西 后我们学生在下面讲 我鼓励鼓励 校长都讲 校长都要讲 结果校长越讲越high 他很兴奋 所以讲到最后 他就讲一句 我现在跟所有学生 同学们保证 我们学校是不会闹鬼的 就讲了这句话 然后我们全场就欢呼了一动 校长讲出关键词了 下一秒我们全场就尖叫 为什么 因为校长一讲完 我们学校不会闹鬼的 然后我们大礼堂就停电了 我们大礼堂就立刻停电 甚至很传声 很神奇的 这事情 一停电 而是我们礼堂 因为设计的也不错 所以我们的那些巡察团 他们就动作也很快 所以停电了之后 他们就立刻打开 就用整套逃生守折的方式 就打开侧门 礼堂的侧门都打开 那我们礼堂就瞬间又恢复光亮 所以大概也就30秒的时间 大家在混乱之中 那周会还要继续开 可是这个周会继续开的时候 校长就没有再发言了 已经没有梦了 没有梦了 就换成训练主任发言 然后这个周会就 就当做没有事情一样就过去了 然后之后呢 我听说有的人说 学校是有做一些处理 听说 有败 但是这个官方没有给予任何的回应 这件事情 可是后来呢 我们的所有的在上视听媒体课的时候 一直到我高三毕业为止的视听媒体课 最后一排的灯都打开 过去是全部都关掉的 然后有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 是全部都打开 可是在校长的这个礼堂事件之后 我们的最后一排的灯都会打开 以后所有上这个视听媒体课的时候 最后一排灯都会打开 老师都会坐在前排 对对对对对 我的时候就是 都有打开后面那排灯的 然后所以 坐后面没有那种看电影的feel 所以我也不是很喜欢坐后面的 是是是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有名的 在网络上面叫做 某某学校的follow me事件部 但是我这边不能 因为这个冷饭嘛 所以我要补夺一个新的 也是在这个学校里面的另外一个 这个仪式也是红衣 女鬼除墨的故事 这个也是我一个华乐团的朋友告诉我的 以前学校里面的华乐团的朋友告诉我的 那我们这个学校以课外活动 我那个年代以课外活动文明 所以有很多音乐团体 制服团体 然后大概到了年底的时候 或者是总之是学校长假的时候 华乐活动团体的成员都要一直回校去练习 因为他们年底会有表演 会有音乐会 所以这种练习是集训性质的 你是要住在学校的 可能要住好几天这样子去练习 然后这就是其中一次的这样子的假期的练习 在学校留宿的 然后我的朋友跟我说 这个是我中学的时候就听他跟我讲的 那一年的练习很多事情发生 从一开始他们的所谓的训练营开始 这个练习营开始 第一开始就有事 他们住的地方就是在我们大礼堂旁边的 那段旧校舍 两层楼的旧校舍 他就住那一边 然后住在那边呢 第一天就有事了 为什么因为第一天他们原本是 说要给女生住上面 男生住楼下 因为这样子比较安全 然后那个 可是第一天就有学妹 在楼上 就还没有 就才刚刚进去里面 大概旁晚吧 就哭了 就搞到好像很大件事情 后来搞了 为什么他在那边哭呢 其实情况是这样子 因为他 我们的旧校舍的客室是有四道门的 是前后左右 就是他的一边有两个门 另外一侧有两个门 这样子 因为他的走廊是回廊的 是前后都有走廊的 二楼也是前后都有走廊的 他打开门之后 门前面是有另外一个东西 看着他的 然后他就哭了 所以那一次的安排就 变成说女生睡楼下 男生睡楼上 这一开始就有问题 然后因为有这个事情 所以大家心里面好像就有一点在啪啪 然后晚上我们是在所谓的边疆 因为我们这间的学校真的很大 大到我们前面就是海 后面是山 所以那个边疆就是在靠近海边的篮球场 我们叫边疆 因为它是距离行政中心最遥远的地方 山不管地带 可是这个音乐团体的很多器材都是放在边疆 所以他们在那边练习 练习了之后大概八九点吧 然后我的同学就说 他想回去宿舍 他想回去上面的课室 要去拿一点东西 或者他今天就练到这边休息了 还要回去 那回去的时候 就另外一个朋友就跟他讲 他们两个一起回去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早上有这种故事嘛 所以会有点怕 要一起结伴 晚上走在学校里面 虽然学校还是很多学生 但是会怕 所以就一起走 结果走走走走走走走 走到一半 半山腰 大家可以这样想象 走到半山腰 半山腰那边就有一栋 比较新的校舍 这个校舍有五层楼那么高 这个校舍 走到那个校舍 还没有到那个校舍的时候 他跟他一起同行的朋友 忽然间说 我有东西漏了在团室 我要回去拿 那我的朋友就很 很怂 他也没有讲 那你去拿 我继续往回走 他讲 这样我跟你一起回去拿 所以就跟他一起回去 可是回到了那个团室的时候 他朋友没有再找东西 他朋友反而是在那边说 你们有谁要上去的 我们一起回去 结果就召集了一大班人 一起走回去 一直走回到了他们的那个房间 现在走到回到那个房间 然后大家一起进去 那个客室之后 关起门 那他这个朋友 就直接问大家 你们刚才有没有看到 然后大家就很显 因为这个朋友也是有灵异体质的 所以一听他讲这种话 就知道完蛋了 所以他到底看到什么东西 他看到 在走到我刚才讲 那个比较新的五层楼的客室 的那个校舍的时候 五层楼校舍 楼下 有一个红色的那个消防水喉 是那个很长的消防水管 捐捐捐捐捐捐捐 捐起来之后 那种红色的圆圆的那种消防水喉 总之是红色的一个圆圆的消防水喉 里面就是一卷一卷的那个水喉 然后就那个消防水喉 那边他就看到一个女人 就背对着她 背对着她们 就面向这个消防水喉 红色的 也不知道还是因为那个女人 是透明的还是怎样 总之他是红色的长头发的 背对着她 然后那个女人是没有脚的 所以就被她这样形容出来 他看到的就是这样咯 一个长发的女性 背对着她们 看样子她形容出来 是红色的衣服的 可是问题她没有脚 所以她看到了 就回去搬了一大堆人 然后在这一群人 跟着她一起回去客室的路上 那个女的还在 所以就这样咯 就她一直都在 是是是 所以那个人也是有 可以看眼睛可以看得到的 那讲到眼睛可以看得到 因为我觉得这个 当然很难想象 熟悉熟悉你的 时常都会感受到 那你有没有试过 看过或者很深刻的感受过 特别是在你的中学 或者在你的 现在所就读的那些大学 要我所看到的话 应该算小学吧 小学六年级 因为六年级是 我那个六年级是在 在顶楼 所以基本上 如果是在顶楼的方向 看出去外面的话 有时候会站在那边 就是 凭空在那个 六楼的那个角度看过去 那边是没有阳台的地方 阳台在我这边 然后对面就是没有阳台的 当时候我是第一个到学校 所以我就 就是走上去 走然是有开灯的 但是 可是没有开灯 所以外面是暗的 因为那时候是 六点 六点钟 六点半吧 六点半之前的 所以就很暗 都是暗暗的 就是没有灯光 因为它是六楼嘛 所以即使有路灯 也是在下面 所以上面是整个暗暗的 而且加上那边也是有住宅区 就是有那种大树啊 还是什么 就很暗 就很隐身 所以当时候我就打算要开灯 就是 就是 它是 那个灯呢 是分两排的 就是你可以开一排就够 或者拍 开两排 可是我是开一排先的 因为 就我一个人嘛 开这样多做什么 所以我就开一排咯 我就开了那一排是我 我那时候是靠窗的 就是刚好是那个 那个我看到的那个 角度的那个地方 就是很靠近吧 其实 我就要开那边的灯 然后我要走过去 但我走过去的之前 我已经开了灯了 开了灯的时候 我就望过去的时候 那个窗 就是外面就有一个 白色的 一个 很模糊的 就是 蒙蒙的 然后就白白的东西 然后就 就是应该是头发吧 它就有遮着一点点 就是很蒙的 就一半的身体而已 就是很蒙的 在那个窗外面 然后 我当时我不懂是什么 所以我就 慢慢的 慢慢的走过去 拉着我的那个 back哦 就走过去的时候 走去看 诶 不见了的 当时是真的很清楚的 不是因为灯的反射 因为我当时我也是有看 那个灯的方向跟那个 窗口的反射的那个东西 我看到 那个不是灯来的 是真的不是灯 所以我就 奇怪 那为什么有白白的东西 然后很像有类似 一个人影 这样子在那一边 但是我走过去的 它已经不见了 也是有可能是因为 当时我是有 带着神殿的关系啦 因为我小时候一定是 每天都带着那个神殿 因为父母都叫我带着 不要拆下来 他知道你有这种体质 对 所以可能 他feel到他应该是走的 因为其实我很靠近 我的座位 就在那个窗口旁边而已 所以我走过去的时候 他已经不见了 但是我望过去是真的 有一个人在那边 就是白白了之后 就有一点头发 但只有半生 他没有整个完整的人 他只有半生 嗯 嗯 那所以就这个 这个也很真实 通常真的遇到的时候 都是只看到一个东西 后来又不见掉 或者只看到他 在那边站住 不会动 那这个你小学嘛 那你大学有没有 你应该有住宿舍吧 大学住宿舍的话 那时候是 我不是看到 就是纯粹感受到 不对劲 怎么说感受到 其实我们很好奇 那种所谓的感受到底是怎样 其实 因为 呃 当时候 去年 去年 呃 9月份吧 就是要搬 换房间 对 因为宿舍加了几个人 所以就要换个 比较大一点的房间 所以就我跟 一个朋友 啊 就是约好这个时间 来搬 搬我们的东西 一下咯 就是房间要换了嘛 幸好是同一层 不需要 呃 走楼梯什么的 所以但是是 我是要走去对面 所以 我要搬一段时间嘛 就是呃 我朋友会比较早走 因为他的 他是要坐长途的 那个 KTM 还要回家 就比较远嘛 我是坐车就可以了 所以我就 被逗路的时间比较长 然后加上我 房间的东西比较多 还有其他社友的东西 也要帮忙拿 所以我就会比较迟 但是我那时候是 应该是 四五点的时候 而且那个房间 很像是也是接近 最尾端的 就是 对 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苏西讲的那一栋 那个房间 什么宿舍哦 就是我身后那个最高的 最高的 最高的那个 最高的那个 它是回廊型的 大家可以看到吗 对 它就是 它是在角落 所以我们的阳台是 啊 我们的阳台 就有一个 比较长了 就是比较靠尾的 所以 当时候我搬 因为剩下我一个人 当时 因为还有朋友 我朋友在的时候还好 但只有朋友走了 就剩下我一个人要搬 然后当时候也 很像类似 外面的天气 很像是开始转音了 就是很像下雨了的感觉 就是 后来我就是走廊嘛 还没有开灯 他们很像是 不懂是固定几点开灯了 我忘记了 所以 四五点的时候 那个走廊开始很暗了 已经是 有点怕怕的感觉 就是可能是心理作用 但是这个 还好 那时候就是 开始不好的事情 就是 呃 我原本的房间 有一个很大只的羊包 粉红色的 因为那时候是我朋友 的姐姐的一样东西 就 帮忙托付在我们的这个 房间里面 所以 方正没有动很久了 已经 几个月了 毕竟mco完 所以就很久没有动 那个bebe了 而且那个bebe之前 我记得 当时候 我还在读foundation的时候 因为有 辩论 我要准备嘛 那时候有点压力 我就 呃 晚上的时候都会抱着那个 呃 呃 那边 呃 放空 但是 恐怖的现象是 当时候 我只要把那个bebe 放回下去的时候 因为我把它放在中间 中间很空嘛 就放在中间 我会把它 放回平躺的状态 的时候 那个灯突然间闪了一下子 我就 什么东西 就是我 没有抱他那一刻 他开始 东西不对劲了 这个还好 但后来我就拿东西盖着他的眼睛 因为他的眼睛其实是 怎么说 他是黑黑的 所以就 比较容易 我觉得 个人觉得他是很容易 呃 注入一些灵体的状况 因为他是 有东西的 所以我就把东西 拿我的 不常穿的衣服 呃 盖到他的头那边 所以直到 那时候 放房间的时候 就是 我还要拿那个贝贝 放去另外一个房间 所以当时候 我要抱他的时候 因为我已经清空完整个房间的东西 剩下贝贝 然后 当时候 我已经是要从 那个 阳台 关门 我还没关的时候 然后 因为我抱着他 然后我抱着出来的时候 那个刚好衣服掉了 然后那个门突然 很大声的那种 也是有可能是风啊 毕竟那时候要下雨啊 这个我不多想 但是 恐怖的是他 带你去房间过后 他开始 就是你莫名觉得 你旁边那个东西是火的 就是 你会觉得他是不是 其实在看着你做东西 然后我就赶紧 因为到时候那个衣服脱了嘛 所以我就赶快把那个衣服 跟他套进去 直接 不要只是扑上去 直接套起来 然后 那时候 真的已经快要下大雨了 所以我就只好 看那个宿舍也应该没有东西要搬了 就是赶快离开 因为其实那个时候 你能感觉到他真的在 观察着你 所以 也可能是我的那个 心理作用吧 因为 他是真的 你不管做什么事情 突然间会 有东西在散啊 或者 突然间的东西 撞击的东西 的那种生理 让你自己怀疑 这是什么东西 就当当那时候 就已经很恐怖了 所以加上 我一个人去搬他那一次 贝贝的时候 就觉得 这个事情不简单 所以我现在不知道 宿舍怎么办 因为他已经很久没有去动他 加上他没有接触阳光 嗯 所以 理论上 如果没有接触阳光 本来好像可能有了东西 他之后会怎样呢 对 就怕的是我之后回去 我不懂他会不会更加的 什么 厉害 对 那都是这个 熟悉的这个 就是 其实 其实也可以用科学的角度来解释 可能就是因为 那个氛围啊 那个风声啊 然后让你觉得 可是最可怕的是 当时候 我在 在为电路烦恼的时候 他当时那个灯闪了一下的时候 我是真的有点 慌了一下 因为自从那一次过后 我就把他的眼睛盖起来 我不要让他 接触到什么东西 那洞最高的楼 那洞最高的楼 电压不稳定 这个时间点就卡得很好 我就是放下他的那一刻 那个灯就开始闪了一下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我讲一个很短的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类似的经验 就是 你会在四下无人的时候 不管是上厕所 冲凉 还是怎样 会不会听到你耳边后半间传来一阵叹息声 唉 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没有 我真的没有 我真的没有 我试过两次 我试过两三次 所以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是 是力情啊 你是叹息声 我之前是 我在我房间 因为我房间是 算是三楼半吧 就很高的那一种 所以是 听 是很难听到 这必夹的声音啊 那些啦 过后那天我就在玩电视 我那一半 我突然间就是我的 耳边 穿了一阵 很 那种 刺耳的笑声 就真的很 静的那一种 过后 我就看时间咯 准准十二点 过后我这间很慌 很慌 因为我家里有福那些 我就快放在我的身边 过后我就 就因为我家里有教我念那些 就是 类似经文那样的东西 我就 我就很快就念到 就那一瞬间就真的 听到的时候 是真是毛骨悚然的 整个人 那个鸡皮疙瘩全部起碗上 嗯 我一个 一个是会丢风油 一个是会尖叫 是 尖叫 那佳儿咧 佳儿不知道 有没有 佳儿还有哪一些 听过哪一些故事 我以前 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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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有搬来 就是 Landed property的时候 就是 有地的家 是住那种 Condor 然后 我是住二楼 对 然后楼上就很自然 还有其他的 但是很奇怪 是固定性的 它是 每一天 一定是那时间 就有 五孤堤的玻璃弹珠 嗯 咚咚咚咚咚的声音 可是楼上是没有人住的 对 就很固定的 以前 会继续觉得说 诶 这种 科学的东西 什么 预热膨胀 预冷收缩 有可能是这种原因 但是 也不可能这么的巧 这么的固定 就是那一个时间 就会咚咚咚的那种声音 就每 就 连 就是 我爸爸是一个比较严肃的人 然后 就连我哥哥就是 这种体质的话 我爸爸也会 那种 科学一点的角度去看待 就叫我们去 不要去 往那个方向去想 就算是真的事 也不要去往那个方向 那他也解释不了这个 为什么 在那个点 就是在那个点 会有那个声音 对 而且我们还是 就是一家人 准准在那个时间点 围在一起 去确认 是不是我们 全部人都听到 对 全部人都听到 那个声音 每一天 不会说 不会说 缺席的 对 那个声音就是 每一天都在 就是在那个时间点 你这样讲 我自己好像也是 有一点 一个经验 就是我以前在台湾 然后来有 有住房子 就在外面 然后 晚上的时候 我跟我太太就在房间 就睡觉 然后 真的客厅 会有 一些 或者厨柜的那种声音 很明显的 但是我也不知道 什么声音 但是你问我会不会怕 其实我也没有去多想 我就听到 就这样了 好像也没有什么东西 然后去客厅上洗手间 外面是暗的 我也去 我也没有去想太多 但是 就会有一些 我解释不到的声音 也是 弹珠的这个声音 在新加坡 是很常见的 在香港 这种高层建筑很多的 很多楼层的地方 他们是很常见的 然后 这个超自然研究会 也有去做过调查 他们做过调查 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 其实是他们认为 其实这个声音是 那个 这种组屋 高层建筑 他们的水管 的热胀冷缩现象 而且这个基本上已经 比较受认可 的这个情况 其实是这个墙里面的水管 所以这个弹珠声 特点是大家都听得到 你会发现灵异现象 很多时候是 就算全部人在同一个地方 那就是有人看得到 有人看不到 有人听得到 有人听不到 即便大家都在同一个时间点 同一个地方 可是这个是大家都听得到的 第二个就是 它就是会发生在这种高层建筑 因为高层建筑的水管 的这个原因 第三个就是 这个声音很清晰 它非常的清晰 因为它就在你墙里面的水管 可是你往往会以为 那个声音来自楼上 因为这是一些物理结构的原因 其实它都很清晰 因为它就在你身边而已 就是你身边的那个水管 可以有科学的检视方法 这是弹珠的声音 但是如果你听到别的声音的话 那就违逼了 那就另外一个情况 对 所以我们也 从这边也可以回应 我们刚才有位观众 我叫什么 健兴的那一位讲说 我们不科学 其实我们还是 站在科学理性的角度来去 讨论我们的民俗的 对 那同样是新加坡超自然学会 他们有讲过另外一个故事 他们的另外一个故事 是这样子 有一天有一个人跟他们 投报 讲他们的 这是我听我新加坡朋友说的 也是超自然研究学会的人 他们就说有人投报 他连续几天晚上 一个女人 我连续几天晚上 半夜醒来 我就会看到我窗外有一个女人 她是住二楼 她是这种 就是新加坡的那种 两层楼的屋子 就是有钱人 她的二楼窗外有一个女人 那肯定是佛在空中的 就看住她 连续几晚都是这样子 所以她觉得她不是幻觉 她觉得很奇怪也很害怕 所以就寻求超自然研究会的协助 超自然学会去协助 然后她形容那个女人是怎样的呢 她形容那个女人就是 穿得很古早味 然后去仔细了解 什么叫做穿得很古早味 就是穿得很像那种妞妞妆 穿得很妞妞妆 所以她们就去调查 然后朝自然学会那时候讲 她们第一个调查 因为你在窗外嘛 所以她们觉得 是不是你窗外那边有什么东西呢 比方说有一些老东西啊 还是坟墓之类的东西呢 所以她们就朝她窗外的方向去找 结果还真的 在她窗外大概几百米的距离 有一个草地 有一个小山坡草地 然后超自然学会 在那边找到了一个古墓 然后那个古墓呢 就是新加坡的那个 一新大老蔡茂茂村老婆的坟墓 已经长期被大家遗忘了 结果这个超自然学会 他们的调查最后 变成了一个考古发现 那真的有一个古墓哦 然后就觉得这个事情 应该解决了 可以让我告诉你 其实是在那边啊 该派的也派啊 什么东西做的 可是之后那个女人又跟她讲 不对了 我还是看到她 她还是在我窗外 所以那个超自然学会 咦 那就有点奇怪了 而且哦 他们再去想 蔡茂茂村的老婆 好像不是妞妞 所以奇怪 难道我们有错漏掉了什么东西吗 可能不止一个老婆 她那个坟墓就是 她其中一个老婆的坟墓 可是那个老婆 在他们看来 好像不可能是爸爸 那没有办法 就是也百事不得其解 不知道漏了什么东西 一直到这个事情 过了好像一两周之类的 就是不会过太久了 就有一个社会新闻 新加坡就有一个社会新闻爆出来 就爆出来什么东西呢 就是有一个老妇人 她是独居的 然后有一天有人 她很多天都没有还那个电费 电税水费 所以最后新加坡的这个收电费 收水费的那个政府官员 这个从业员就跑去找她 没有人没有开门 最后 而且又有鄰居投诉 里面很臭啊 那个老人家收很多垃圾在家里 这样子 最后政府就破门而入 去调查一下到底什么事情 我们在厕所里面 就找到这个老妇人 已经死去了很久了 那她是牛娘吗 她是牛娘 然后她的屋子 就在我们讲这个 投诉者的这个女人的家的旁边 也就是她窗外的那个方向 所以有时候一些灵异故事 可能会有助于我们去做田野调查 她会给我们意外的收获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不幸中的大幸 大概是这样 我们还是很正向的来看待这些故事 是是是是 你讲的那个 新加坡也是有很多类似这种 不要看啊 就是先进啊 就是以前那个地铁刚刚开通的时候 他们去挖地铁线的时候 所以会经过那些驿山啊 做一些开发的时候 好像以前刚刚地铁刚通车的时候 也蛮多这种故事的 就是说不繁忙的时间 到晚上的时候 会有这些人去坐地铁 然后会看到 是我们在座的各位其他的观众朋友 有没有类似的你们的学校啊 或者你们自己亲身所经历到的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有吗 有吗 我们先从我们的同学下手 温宜啊 温宜那边以前读中学的时候 还是你的以前的家 什么有没有发生过类似这样的东西 就如果讲说新加坡好 其实就我爸爸的故事 他就讲说以前他年轻的时候 去到新加坡工作 然后那个他做的地方是一间工厂 西地的工厂 然后他是做晚班的 所以他那时候就是那个工厂啦 他是以前是一山来 就是那种很像 很像是听人家说是以前 发生过 就是很像埋死人的那个地方 就是很像站着埋尸体的 然后过后 他就做完工的时候 做到一半机器要关的时候 突然间看到对面有一个女生走过来 然后是一个比较马来人的女生 然后 牛娘 不是 应该不是牛娘吧 也不知道 然后过后 就觉得他很像清飘飘的感觉 所以我爸爸去那时候 他一开始是有被吓到了 然后过后他就 跟自己这样说 眼睛要睁 然后 当做没有事情 就是不要给他堆死 然后看着那个很像在看空气这样子 然后往前面这样子走 然后 过后有一天 他的同事就 跟他一样做晚班 然后他就是不小心就是看到了 然后还跟全部那些同事说 我看到了那个东西 结果第二天他就发高烧 然后过后他就没有来做工 嗯 就辞职了 嗯 还有另一个故事是关于到 我姐姐他们的故事 他们那时候就是有 很像去见顾客之类的 就是晚上会很晚回到家 然后 到 加半夜的车 很像是在Pera 不知道叫什么 Langang 我也不知道什么地方 然后 零工啊 零龙啊 应该吧 然后他就 驾车嘛 然后他们就 驾到一条路是超暗的 一点路灯都没有 然后走到那个湾路口的时候 呃 就是突然间听到 后面有很大的那个 鸣声响 然后这个鸣声响 我们讲很奇怪 就是看后面没有车 完全没有车 然后 然后 过后 看到过后 我姐姐就是 车加了一半 它前面的两个轮子 卡在那个路口 然后下面是悬崖 后面 幸好那个轮子 是在陆地上的 所以就觉得 后面的那辆车 那个鸣声 很大声 啊 就是很像提醒他们 这样 就是转过去一辆车都没有 所以就想说 会不会是 好兄弟来帮忙 这样子 嗯 嗯 好的 不过倒是 倒是 你刚才也讲到一个重点 就是刚刚我们很多人的经验 就是 呃 当你看到的话 如果你没有对视是还好 哦 但是如果他 让他知道 你知道他的存在的时候 好像就会 发高烧啊 那些 看起来好像 大家都是这样的 嗯 是是是 谢谢一文文一的这个 这个分享 谢谢 是 那有关工厂的 我也是有 呃 听过我的岳母讲啊 也是去新加坡 我们现在变新加坡厂了 哈哈哈 就去新加坡工作啦 就以前的那种工厂就是 呃 他们是轮班的嘛 就是 早上跟晚上轮班的 然后但是 就是 我们的床位是一样的 就是 早上我去工作 然后 你你你来睡 然后 到了晚上的时候 他来他去工作 到 到我下班的 那我我我来睡 就会 就会会有这样的一个 一个 一个 制度啦 然后 这个也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 然后 后来发现到 呃 在 后来他有一次 就回到宿舍的时候 就发现到 欸为什么我的这个 这个朋友 还在这边 睡觉 啊 啊 后来他好像讲他生病啊 那什么 后来就没有管他 后来就出去了 就去其他的 呃 房间啊 那边睡啊 就借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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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然后过后才发现到 呃 原来当天那一个 他以为这个人是他的朋友 啊 看到他也以为是 但是 呃 所以他就对质啊 就讲说 欸你你你你 那个不是你吗 他讲 那个不是我啊 我没有没有在这边啊 所以就 就有一些这样的 路透风啊 我帮我帮 我帮白老师 补一补学校的 对视 对视 对对 呃 这是 这是在 香港某 某 沙田某大学的事情啊 然后 在那个 之前大学的时候 我们的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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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这些所谓的 研习室的 也就是 学生可以去跟图书馆订 然后图书馆 在研习室 就可以让那些学生 你订了 你可以在里面 可以长期订哦 可以订一个月 这样的 你就可以在 我们叫做 这个研究生的study room 然后我们都会去订了 因为订了很方便嘛 你那些东西不用从宿舍搬来 你可以就放在里面锁起来 你每天就只要走去图书馆 然后就上班 你就当做自己在上班 然后 我的一个同学 也是我的学妹 我的学妹 有一次她就订到了一间 订到一间 然后我也订到另外一间 然后 因为既然大家都在图书馆嘛 所以有时候我们午餐晚餐 就会相约去吃饭 在食堂吃饭 然后 我记得是有一天的旁晚 我们也是去约吃饭 然后吃饭的时候 她就跟我讲 我跟你说 其实我今天 在那个研习室 有一件 不知道要怎么解释的事情 我学妹是中国人 所以实际上本来她就 这种东西对她来讲 她是很科学的嘛 对不对 然后就觉得 不知道怎么解释这件事情 什么事呢 就是中午的时候 她吃了饭的时候 她就有习惯是睡午觉 所以怎么睡呢 就是趴在桌上睡 趴在桌上睡 然后睡的睡的睡的 她说她觉得那是梦 可是这个梦又很真实 那个梦的场景是什么呢 就在她所待的这个房间里面 然后她的梦里面 她是 她知道她自己在睡觉 所以她都 这个视角也是她自己 所以她都不知道 这个是不是梦 然后我觉得 这可能不是梦 她可能只是半睡半醒的感觉而已 她感觉到 她的身后有个人 而且她可以 她很奇怪 我要讲 我虽然 我是趴在桌上睡觉 我在这个所谓的梦里面 我都知道我是趴在睡觉 可是我就 感觉到 我意识到 我后面有个男生 终于有男生 终于有男生了 因为全部都是女生 而且她可以感觉到 这个男生是戴眼镜的 就是 她没有看啊 可是她就是感觉到 她是戴眼镜的 然后我朝她走过来 可是她不能动 她就 她还在趴着睡觉 她不能动 可是那个男生就从她后面走走 一直走到她的椅背 那个地方 然后 然后注视着她 然后后来她就醒来了 醒来之后 她就觉得很奇怪 她就觉得很奇怪 甚至有点毛 然后 最后怎么办呢 她就想到一个方法 她就把那个 岩西市的门打开 因为这个门打开了之后 就是她的桌子 其实那个门 就到了她的椅子 就到她的桌子 这一条直线的 所以她觉得 她该那个奇怪的感觉 是从她身后来的 所以她就把门打开 她觉得把门打开 可能后面的那个压迫感 会比较没有那么强 她会觉得她会比较安心 然后 当然她现在跟我吃饭 所以她的门 她又关起来 东西锁起来 然后我就听她这样子讲 然后我第一个反应就是 当然是要安慰她 没有这事 一定是你想太多 没有问题 可是她又觉得 不安 是很怪的 这个房间 然后我就跟她讲 因为你知道 他们有时候觉得 我们南洋来的 总会有一点power 我们很熟 很会这些东西 我们鬼仔匠头 都略懂一二二这样 所以我就去跟她讲 不要担心 等一下我去帮你看一下 我就去帮你看一下 所以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 我进去里面 就是我去跟她讲 哎呀你看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不要怕 OKOK就收工 所以果然我就跟她上去 然后大概那时候回到图书馆 回到图书馆 应该是七八点吧 大概这个时候 然后我就打开她 就是进去她房间 我就果然是跟她看 你看这个没问题 那没问题 跟我剧本一样 你看都没问题 我就动啊 你看那椅子 没问题 没问题 书架都没有问题 不要怕 然后到最后 到最后 全部的地方 我都看一遍 都说没问题 就只差一个地方 我还没有看 什么地方呢 那个门打开 那门打开了之后 那个门跟墙之间 不是有一个缝隙吗 所以就差那个地方 所以我就把门打 把那个门拉开 然后去看这个角落 我跟她讲 你看这个角落也没有问题 可是我一打开一讲完 然后我看这个角落也没有问题 我就头晕了 我敏感体质了 我是没有这种体质的 可是当下我头晕了 我就头晕了 但是我当然也不跟她说 我就跟她说 你看都没有问题啊 但如果你觉得不放心的话 你就继续把门打开咯 你就继续把门打开咯 没事我就回去我的房间 然后我就一直头晕 而且那时候我只是觉得 为什么我会头晕 我还没想到这么多 我一直头晕 离开她的房间 走回我的那个房间 大概要一分钟的 不到一分钟的角落就可以走到了 我大概走了三十秒左右 我就大概走到一半 我头就晕不晕了 所以就也不知道犯什么 但是就是有感受了 所以我就觉得 我会不会再打开门那一刹那 我对视了 幸好你可能没有啦 因为你没有发烧 因为我可能跟熟奇的体质相近 是 我们也看看其他的听众朋友 目前在现场的 有没有类似的状况 特别是像祖贤 祖贤有在吗 因为像你们是学生会的 因为我们的那个 我身后那一栋高高的大楼 我们除了刚刚熟奇住的楼上之外 二楼我们中文系所在的位置 它对面是学生会 有人讲学生会那边很暗的 然后也没有阳光设定局的 然后因为我们宿舍就是 晚上他们可以下楼的 然后有时候在自己一个人在那边 学生会的会组那边 温习功课啊 温习到半夜啊这种 如果有在的话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有没有类似这种传说啊 老师你好 Hello 我自己本人是没有听过 多少对于学生会会所里面的这些恐怖故事啊 就比较可惜的 某个程度来讲比较可惜 才是说你有职位在身不能够讲的 嗯 我不能够讲 也不可以讲不能够讲 但是我个人也是会思索 去到那边 还是会感觉有点毛毛的啦 又阴风阵阵 因为比较是说 可能就是 如老师所说 就是 没有什么阳光 阳光射不进来啊 然后会比较阴气 会比较重一点点 所以是说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如果我们呢 会所隔壁那一个地方呢 其实有放这几本 有一个佛像在那边 所以我看到有佛像耶 嗯 我不是很清楚是谁放的啦 可能是因为有佛像关系 所以也没有太多类似的事情发生这个样子啦 嗯 对 相对要说 可能那边是比较 比较还好 没有那么的阴神 因为有那个佛像在的关系 对 加号我跟你讲 这种就是哦 那个南马某个大校 你问他说 主任这个地方有没有那个东西啊 主任就说没有啊 你不要跟我想象多 没有啊 没有啊 所以明年我们等主任卸任了过后 我们再问他 再请他来分享 是是是是 谢谢主任 因为我 我就讲我在以前读大学的时候 我也是去我学弟的宿舍 然后看到他里面 他的桌上摆了很多那种佛像啊 各种各样的小佛像 然后我就问他 为什么你摆那么多佛像 他就说没有啊 好玩啊 我就摆出啊 一直等到跟他去旅行的时候 他才跟你讲 哎呀 那时候你来我房间 你问我这个问题 你要我怎么打你 我们的宿舍 很猛啊 对对对对对 我们要花一个时间问 谢谢祖贤啊 我们还有很多很多 这些有故事的朋友 今天剧情在这边都是有故事的 我这边在补一个也是很有趣的故事 因为我看到好像我父亲好像有在线 但是他一定不会讲 所以我帮他讲他的故事啊 是是是 他要讲也可以啊 他不会讲啊 我来帮他讲 他可能很希望我讲 这是他的一个梦魇 他的一个阴影 这个阴影跟我们今天的主题也是有关的 因为他小时候他读的那间学校 叫槟城商务学校 就是商务小学啊 然后他读的时候商务学校呢 他还在一个马来西亚华教使 可能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有争议啦 但是很重要的地方 就叫做槟城武福书院 商务小学以前是在五福书院的 大概五六十年代还在五福书院 然后他在那边念书嘛 那小学生念书 你知道五福书院其实是一个祠堂啊 一个拜祖先的祠堂这样的一个地方 就像一间庙 他说这读书的时候很好玩啊 就是你那个上音乐课 上音乐课其实是在一堆神主牌前面上音乐课的 然后体育是在那个 那个庙前面的那个 那个空 这个叫天井的位置体育的 是这样子的一个氛围 那这些都没有什么 就是小孩子当然都会觉得说 啊会会闹啊 因为早期五福书院还有寄放那些棺材啊 就人家可以把棺材先寄放在那边 所以这小学生就会觉得哇恐怖啊 然后又有很多神主牌这样 这个故事应该是发生在他五年级吧 五年级吧 那时候的一件事情就是 有一天他跟他的同学 两个同学一起去 就去上学校的厕所 然后商务学校的那时候的厕所啊 他是在 他不是在这个池塘里 他是在池塘的后面 池塘的后面 他的课 知道后面有盖客室啊 有那种加盖的客室 那个厕所是在客室 就在下层那个位置的 就去上厕所 然后你知道小孩子就大家上厕所 那厕所是 男生啊是站的 然后一排就是一个水沟这样子的情况下 所以三个小朋友啊 男生就这样子排排站在那边 就小便了 小便了 然后小小小的突然间哦 就是ABC这样站的 他是C 他就站在C位 最靠近一端 反正我哪跟你形容这个东西 反正就在一排站 忽然间A就离他最远的那个同学 忽然间A大喊一声 哎呀鬼啊 大喊一声鬼啊 然后厕所两道门 他就A朝A自己最靠近的门跑掉 他一大喊的时候 我父亲呢 就先看着他大喊 鬼啊 然后跑了 然后他就看到A跑 然后我父亲第一个反应就是 他就转回反方向看了 看完A跑 第一个反应就跑去 你看到什么东西 他就这样 他一转回去看的时候 他看到他这一边的这一边的厕所的门 走进来了一个 他无法形容那个是什么东西 没有吧 是不是一个人吗 还是 一个人 一个黑黑的人 可是而且黑到你觉得他很很邋遢 很不得体 甚至你觉得他身上破破烂烂 骯髒脏 然后蓬头垢面 你很难形容 或者我用一个最直观的 他就很像我们民间讲的 油鬼仔的那个形象 黑黑的 这个是下午 这个不是晚上 那个下午的时候 就是这样子 一个这样的形象 我父亲 他说他看到的时候 他基本上也没有跟他对视多久 他讲眼睛好像还是很 我不懂是很红 还是什么 总之就是黑黑的 然后有一对眼睛这样子 一个人 是一个人这样子 他大概也没有看了太多久 大概一秒钟 他就也朝A的方向跑掉了 ABC 就是他们三个人都一起朝另外的方向跑掉 然后跑回去 回到客室里面 就跟大家讲 我测试有鬼啊 什么什么东西这样子 然后当然没有人信他咯 可是接下去大家就很怕去厕所 这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有一个解释的就是说 因为那时候的这个古福书院 它后面其实是政府的祖屋 在五六十年代 它是政府盖祖屋 这个所谓的祖屋区 实际上很多印度人住在那地方 又不是印度人在帅牙 会不会那个可能是一个印度人 可能是一个很落魄的印度人呢 不知道 因为我父亲六年级 还没有到六年级开学 他就举家就搬来星山了 然后后来到他的读大学的时候 读大专的时候 在新加坡读大专的时候 他遇到了过去在槟城的同学 那个同学D 他不是A跟B 是同学D 然后这个同学D的时候 他们寒暄的时候 都是大专的同学 寒暄的时候 那同学D就有跟他讲到 哎呀你那时候不是讲 你在厕所看到鬼咯 我们大家都跟听你们那边讲 后来到你 你后来离开槟城了 六年级的时候 那个同学A跟同学B 中邪 在学校里面中邪 所以这些事情就变成了一个悬案 后来我在大概十几年前的时候 有一次我们全家去槟城旅行 我父亲就特意要去五福书院 因为他很想看他当时到底是他的幻觉 还是真有其事 结果跟着去到五福书院 又走到他的后巷 走到五福书院的后面 要去看他的那个 那个建筑还在哦 那时候我不懂 现在可能已经拆掉了 那个以前旧的学校 那个厕所那些还在 可是他一转进去那个地方 他就跑了 他为什么跑呢 他跟我说 因为他一转进去 他就看到一个很恐怖的形象 然后我那时候也跟他进去 所以他所谓的很恐怖的形象呢 是那时候的这个厕所外面的位置呢 就十多年前的时候 摆了一个神坛 那个神坛拜的就是我们的大二爷伯 所以他看到那个 马上勾起了他的那个恐怖的回忆 所以他也不想去认证 他就快点跑了 后来几年前哦 又有一次去槟城 然后这次槟城的时候 所以联系到他小时候的同学 包括了跟他一起上厕所的同学 然后大家一起聚餐 我们也在 然后我父亲忍不住在场上 就问他们 我那时候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请问这个情况 你们还记得吗 所有的同学都顾左右而言他 到底是这些同学呢 他们是因为觉得我父亲那么久不见 一问就问这个问题 是不是有点奇怪 还是真的有事 不知道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来自五福书院的一个不能解的谜 所以鬼故事永远都是这样的 无解的 倒是你讲到这种 就是学校或者说别人 我也是有一个学校的故事 但是他不纯粹是学校 校园里面 而是我的研究是有一个老师的故事 那他本身是这样 后来他本身很科学的 就是你讲到这种宗教啊 他通常都不会信的 但是后来你就发现到他其实他开始好像前行像佛这样 就是超心经啊 前行像佛你也不晓得是什么事情啊 那后来有一次就在上课的时候 然后突然间哦 就因为我们上研究所的课 研究所的课其实人数不多的 就很少人而已 就六七个人 然后一个老师坐在那边 然后上课上大一半的时候 那老师就突然间跟我们讲 也跟你们讲一个东西哦 你们就听听就好了 就我最近的一个事情了 不过现在最近已经解决的差不多了 我问老师什么事情啊 他说就是我之前就是一直睡不着 就是而且很精神 他讲他已经一个月没有睡觉 我说好老师你一个月没有睡觉 你可以这样子吗 他讲对了那是很累 但是他没有办法睡 就是一直 特别是就早上你本来就不会睡觉嘛 但是到了晚上的时候 特别是到了十二点 他就会有一个很截然的 就是一到了十二点 他突然间就很精神了 然后就一直都没有办法睡觉 你要睡觉也睡不到 就非常的精神 然后他也讲他的那个肩膀 之前他就一直在肩膀放空 然后没有办法睡觉 然后到了十二点就很精神 然后后来他也去尝试过很多方法去弄自己很累 就是晚上十一点多去跑步啊 然后回来希望自己能够比较累一点 比较好入睡 但是也没有办法入睡 后来因为他的太太是有去那种佛堂啊那些的 然后他也跟他带来去佛堂 他也没有去特别去相信啊什么东西啊 然后就有一个佛堂的师兄就跟他讲说 谁谁谁啊 我看到你最近不对路啊 因为你可能自己没有 不晓得你自己有没有感觉到啦 可是你的肩膀上做了一个众生 因为佛教的用语啊 就做了一个 就等于是坐在他肩膀上面 他讲说 我看到这个人跟你的姻缘哦 是你前世的太太啊还是什么啊 还是就是女朋友啊 就是太太啊 但是看起来他没有恶意啊 但是可能他是需要你帮忙一些东西 所以他才找你 这个是跟你有一个姻缘的一个众生 但是他也讲到他的相 因为他讲他的师兄可以看得到 然后他的师兄也有一些小神通可以知道这个东西 然后师兄也跟他讲说 他跟你的姻缘大概是这样 而且他是讲说众生然后是成女生相 然后他讲说这样有什么方法可以做得到 他讲说这样他可能要你帮忙 那你就帮他念经超度 然后烧龙霜啊 然后就一直在做啦 然后有帮他去做法会啊 那样子 让他慢慢去离开 然后后来他就有照做 然后后来就慢慢就离开了 但是离开了不过我们就问他 老师你还可以睡觉完了 还是不能够睡 因为但是他要慢慢慢慢才可以睡 就是说到了12点还是没有办法睡 但是他每天的睡眠时间有慢慢变多 可能有时睡一个小时 然后可能过了慢慢调试 过了几天过去睡两三个小时 慢慢就可以回来了 所以他讲说他就跟我们讲有一个这样的事情 那我就整个就很惊讶啊 老师为什么你本身就这么有故事这样子 明天了法 对明天了法 念经 佛教的方法是这样 你念经 然后他得到了你的这个回向 他觉得有被帮助到满意了 他就走了 这样 是 伟权我看我们在5月12点之前 我们还要问一下我们三位主讲嘉宾 有没有什么意犹未尽想要分享的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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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我们可以倒数那个中元节结束 总是中元结束 对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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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佳儿呢,佳儿有没有什么听过的故事,觉得今天要分享的 听过的故事没有,就是有一个比较 题外的吧,不是学校,也是在自己家里发生的 当时我是救救国师 我的第二个救救他因为 生病,然后过世 然后我们就会再回去外婆家那边 因为外婆家有两个屋子嘛,然后用隔壁那个比较少人 少用的那屋子来 就是做 我们不是会有 白三天,然后 请人来拜拜这样子的仪式,我不懂那个叫什么啦 然后就 第一天,第二天都很顺利,然后第二天我们会有就是要人 走 走业的嘛 不可以就是 通常是家人 做这个动作,但是 考虑到他的 就是我救救的孩子 全部都还很小 所以就不会由他们去做 就我们这种 表姐,或者是表哥,比较 长,就比较年长的去 担任这个动作啦 担任这个责任 对,然后就 呃,我外婆家有养狗 然后是那狗是自由放的那一种 他们就是 呃 乡下嘛,会有 会有蛇啊这种东西,在房 房这种的 然后有养狗自然就是不会有野猫靠近我外婆家 但是很奇怪,就是那一天 有一只黑猫 他硬硬想要就是进 那个家,因为我们是不会关那个门的嘛 就是拜拜有 呃,我舅舅待着那个房间那个家是不会关那个门的嘛 他硬硬想要进 就是 呃,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子就是 呃,怎样怎样呢 还是野猫 就是进来家那个范围 那那一天就硬硬那只猫好像 就是我们赶也赶不走,它硬硬要进那个家 然后到最后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就是 把那只 把那只猫真的是 就是赶走 对,赶走去 另外一条街这样子,因为 以前干凤干凤是 呃,比较 就多街道了嘛 然后就赶,就赶走他 然后那第二天 呃,对黑猫,是黑猫,全黑的那种 呃,不像是有人养啊,因为又没有 又没有像圈之类的,就是野猫那种那种概念呢,我们觉得 那就很奇怪为什么平时都不会有猫,然后 那一个 那个 那个情况下时间点,然后会有猫 而且想硬硬赶都赶不走那种 然后第二天,最奇怪的是 第二天 呃,我的 一个比较年长的表哥 他就在我的外婆的房间 找到一个 男,男装的 钱包 然后 呃,就拿出来问是谁,因为全部 亲戚都基本上回外婆家就 为了 呃,送舅舅最后一层嘛 然后就以为是谁的钱包 然后就问 没有人认 一问到我舅舅的 就我舅母,然后他讲 这个钱包是我舅舅 生钱 就是他在世之前 用的钱包 可是是没有用了的 可是为什么那个钱包会出现在我外婆的房间 然后里面是没有,但里面是空的 那就只有一张 可能一张 东西是记录的东西 然后 你知道 呃,比较年长的人他们也可能比较迷信 然后他们就续跟着这个号码去买了 4D 这么巧 这个4D真的是开 真的是重 其实大家也是想说 呃 博一下 还就是说看下什么 是不是我舅舅给的 信息 还是什么 当下是 大家是想说 很多东西都解释不到 就钱包 为什么他 之前用的 旧的钱包会在我外婆的房间 然后 为什么 这么偏偏那一个时间间会有黑色的猫 然后 真的是 再解释不到那一个号码还真的是开了 这样 我跟你讲 这个叫做 招财黑猫宅疾变 是 就是 就这样 这个真的是我们完全 没有一个人可以解释到 而且这件事情也是 不是说我吹 就是问当天的人 全部人都是 很惊讶的 对 这件事情是我们家里 非常惊讶 这个白老师你吓到我了 对 我刚 倒数我们已经 这个7月15刚刚过了 我们刚刚 就倒数三秒 大家不用怕了 暑期还很安全 然后 地勤 地勤有没有在这个农历7月16 第一个鬼故事 是 没有没有 还没有这么的硬性 是啦 是 OK 我觉得 差不多了 我们今天也很高兴 我们今天有继续我们每年的这个传统活动 就是 在线上分享这个 故事 然后 今天 今天也很高兴 我们除了熟悉之外 也有 家人 疫情 这个 三位 我们的 这个 民间传说研究者来跟我们一起 做这个分享 然后 我们也还有这个 很会讲故事的鬼王莫家浩 来 跟我们这边分享 但是我觉得 家浩刚刚讲的一个话 我觉得 很 很 很 对我来讲 很有 吸引力 为什么呢 因为 家浩刚刚有讲到鬼故事 其实是一个 校园情谈的连结 所以我们才有这一次的 叫做飘进校园 然后呢 其实你也会发现到 一个有鬼故事的校园呢 其实 那个学生对于那个学校的认同感 还是很高的 然后 那个学校是有温度的 对 那个学校是有温度的 所以 鬼故事很重要 所以 从刚刚这样问上来 我觉得 很可惜 我们 学校 目前20周年 然后我们的楼 你看到我们后面 还 还没有很新 我们目前只有 学生会 有 做了一些高度的配合 然后把那些窗帘 都拉起来 然后把那个 银器的指数把它加重 那我们星际园在这方面 还是 有待加强 有待努力 那我们 期待我们 将来星际园会有更多的鬼故事 然后 人人 人人有鬼故 对对对 然后 每一个角落都有故事 然后可以让我们学校的 学生能够更加认同我们的学校 大概就这样 我们 感谢 大家的 出席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晚安 拜拜 祝大家平安 晚安 拜拜 还有中元节快乐 中元节快乐 拜拜 拜拜 过来 打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